Hello 大家好 我是精学研究爱好者的关照 前段时间奥运会 吴京一度被称为 赛场我爱最忙的人 奔波于各路表情包之中 到现在 一切句子中 只要有中国两个字本 吴京老师都能有情客串一下 吴京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我称之为精学 这里也统计一下 用过吴京表情包的 可以在弹幕里扣个1 没有的扣个2 其实这不是吴京第一次 称霸表情包界 早在几年前 《战狼2》刷新中国票房 历史记录的时候 他的表情包 就已经流窜于各个微信群之中 只不过那个时候 一些网友用他的表情包 多少带点细学的意味 如今他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全中国最具正能量 也最好用的表情包 堪称中文表情包史上 里程碑式的案例 作为一个互联网符号 吴京老师的形象转变 正是这个变革时代最好的注定 这期视频 我想聊聊吴京和他的精学 事情要从4年前说起 2017年7月27日 吴京指导的动作军事电影 《战狼2》上映 4小时票房过亿 25小时票房过3亿 很多人看一次还不过瘾 跑去二刷 根据猫眼的数据 二刷率高达11% 最终《战狼2》 累计观影人次达到1.4亿 以56.8亿元的成绩 登顶国产电影票房史 足足超过第二名 每人于22.8亿元 这个票房记录至今无人超越 逆天的成绩 让吴京的咖位 如坐电梯般迅速拔高 从知名打星 直接容身中国电影门面 然而木秀鱼林 封闭摧植 这个票房冠军 对他的指责刚开始是业余他的战狼形象 批评他爱国是为了票房炒人设 同时他的某些言论也被翻了出来 例如被问到 如果自己的儿子有娘炮倾向怎么办 吴京的回答是 大嘴巴抽他 以及看EXO的照片时 蹦出了一句 这是男的女的 可能这些言论说不上有大问题 但不过歌娱乐圈里 确实也不太讨喜 而调侃吴京直男癌 很快成为了一种互联网文化现象 在各种表情包里 吴京的形象从惊奇队长到惊叶 从见不见哪到I'm Chinese 《战狼》上映后的一段时间里 网友们提到吴京老师 态度往往是戏趣 甚至是嘲讽 也就在这个阶段 京学正式形成 当我们看到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 在吴京之前登上过榜首的 有周星驰的美人鱼 有徐真的太久 在他之后 也不乏票房与之接近的 哪吒和你好李幻英 为何只有吴京成为了一门京学 因为2017年 是流量时代走到顶峰的一年 那年第一财经周刊 发布中国最具商业价值明星榜 陆寒拿下第一名 如今已经进去了的吴亦凡 在那年参加了《中国有嘻哈》 当年以1.5亿年收入 登上《福布斯明人榜》前十 那一年 中国诞生了13部播放量 破百亿的电视剧 其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播放量 超过500亿 流量体系是中国文娱生态 有史以来最疯狂 最火热 也最神奇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的明星偶像 商业价值 主要靠粉丝流量来维系 文娱作品 依靠他们来获得声量 以及广告主的青睐 品牌通过与他们合作 来转化粉丝购买力 这个体系从201314年开始 到2017年 已经发展到了巅峰 即使是文艺行业里 相对不那么依赖流量明星的电影业 也出现了流量明星加IP的财富密码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郭敬明 2013年开启的《小时代》系列 聚集了大量具备流量属性的明星 豆瓣评分 平均不足5分 却斩获18亿票房 2016年暑期到 陆寒和景博然拍了一个月的奥姆笔记 拿下10亿票房 位居年度票房第9 比票房第二的《疯狂动物城》 只少了5个亿 投资性价比极高 2017年 我们亲爱的《凡粉》 一共参演了三部电影 合计拿下了32亿票房 其中两部都进入了 当年票房的前20 尽管那几年里 也有观众怨声载道 吐槽流量电影 但这不重要 因为这些电影确实市场表现不错 资本的思路是 既然有人买单 有利可图 那为什么不做呢 可以说 在市场和资本绝对包容的环境下 流量是流量明星的同行者 而就在此时 吴京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很大程度上 因为他是一个反流量的人 而《战狼2》 是一部反流量的电影 流量电影最大的特征 是资本驱动 资源优先 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 不是电影需要某个演员 或者某些资源 而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演员 有资本想要传个局 搁点韭菜 才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出来 而资本赚钱回款要快 所以速度比质量更重要 这很互聊 最典型的就是《小时代》系列 每一部都遵循着 稳定的票房模型 周五上映 首周末票房占总票房六七成 到了第二周口碑烂 票房也就不能看了 但无所谓 这头三天的票房就能回本 够快吧 但《战狼》系列 完全不是这个玩法 2015年上映的《战狼》第一部 就展现了浓厚的反流量气息 类型上来看 它和第二部还不太一样 是一部冰王电影 这种电影在中国影史上 本来就不太多 因此第一部就没有什么人投资 还是吴京把房子抵押出去筹的钱 开拍之前 吴京先去特种兵部队 训练了一年半 在部队里 他参加了35公里行军 水下排雷 亲身体验军人如何挑战自己的极限 这是非常传统的内容逻辑 内容逻辑的电影 以核心主创的意志驱动 往往是因为核心主创 有一个 我想拍这样的电影的想法 然后不断为这样的想法 添加剧本 团队 资金 最终形成了一个 以内容为先的作品 这个逻辑里 资本的地位相对低一些 这个地位低主要体现在 主创会花费更多时间去打磨作品 去训练演员 因此资本获得回报的实现 也会被拉长 以及会用更多资金 花在回报率不确定的地方 例如更多在美术 服务 配乐 演技派的演员身上投入 而非回报率更高的流量艺人 而《战狼2》里 吴京更加延续了这种内容逻辑 并且引入了好莱坞商业片时的创作方法 简述电影的采访中 《战狼2》执行导演沈青讲述了一段拍摄故事 被坦克追的那场戏 冷风要在前面跑 坦克在他身后追 坦克师傅是盲开的 除了执行导演用对讲机和他沟通之外 他根本看不到前面的东西 此外 无论是演员的选举 还是对场景道具的投入 都能体现这部电影的反流量 在2017年这样的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偏偏是《战狼2》 这样一部反流量电影 站上了中国影史票房的顶峰 而且几乎是断层式刷新票房记录 而吴京本人的做派 也是非常反流量的 曾经有个节目做了一张图 总结吴京的伤病史 几乎浑身上下每一处 都曾因为演戏而受伤 这和当时流量明星 抠图替身念数字翻弱的情况 格格不入 但对一个比较敬业的演员来说 面对这些情况 你不能指望他们 光是看着不吐槽两句 曾经在某个采访中 吴京说 有些小鲜肉 还故作妖娆地模仿了一下 眼中满满的嫌弃 前面也提到了 他吐槽过娘炮 吐槽过AXO是男是女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些言行 让人觉得他姿态高 瞧不起人 但换个角度来看 吴京说的 也都是他心里的大实话 只不过在2017年 流量统治了商业和审美的时代 吴京是格格不入的 大家都在聊粉丝经济的时候 吴京居然还在聊作品 大家都在欣赏无性别的时候 吴京居然在聊传统男性气质 大家都在聊用户思维 聊银河消费者喜好的时候 吴京居然还在怼观众怼粉丝 还在对年轻人说教 这种姿态太老牌了 太浅现代了 甚至有些过时了 于是精学缠身了 在我看来 精学玩家不一定 对吴京本人有多大仇 他们也不一定 和吴京的观念有多么矛盾 精学更多的是 反映出大众对吴京这种 反流量姿态的不适应 以及对一个过时难易人的戏学 但是吴京真的有那么反流量吗 我觉得也未必 吴京这样一个年纪不小 大星出身 非反流量的姿态是不需要刻意为之的 这个年代出身的明星 有几个特点 和流量时代的艺人完全不同 首先是对传媒敬而远之 吴京在接受采访时说 全程戒备宣传期 一个马来西亚记者追着他问 和女主演张靖初有没有可能 介不介意发展 吴京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 反不反啊 其次是重视作品 过去吴京曾经烦恼 陈龙有警察故事 李连杰有黄飞鸿 但到了自己这儿 没有代表做 就连真子弹出演了爆火的夜问 也让他十分介意 第三就是认真 甚至拼命 为了拍《战狼2》开头的长镜头 无惊跳水20多次 拍摄过程中 甚至差点送了命 为了拍《双子神偷》时 他要从20多层楼上跳下去 穿破玻璃窗 一天要跳两个来回 而今天的艺人 是怎么样的工作环境呢 我有个甲方朋友 前段时间他们公司拍广告 找了一位爱豆 他去现场跟拍摄 回来之后在朋友圈里大倒苦水 说开拍之前 这位爱豆说要喝热汤 大清早的 拍摄地点在鸟不拉水的地方 到哪儿给他找热汤 最后工作人员 只能亲自跑腿代购 拍的时候 为了更好地 调动起爱豆的情绪 全程大家都在 哇 你真是太棒了 表现力太好了 跟哄小孩一样 这是一个汇聚了 无数的灯光与赞美 有任何需求 工作人员都会 极力满足的环境 是一个甚至连准时 祭台词 都变成了优点的环境 准时现在是一个优点 准时不是应该的吗 连准时祭台词都是优点 我就觉得 这个会要重新再定义一下 可以说 吴京以及像吴京这样的中年艺人 也许并不反对流量 也未必讨厌流量艺人 但一旦他们进入工作 就能看出 他们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 他们就在那里没有变过 是时代变了 是这个流量时代 让他们成为了反流量的一群人 那么吴京 为什么最终实现了口碑逆转 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 是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可能是一部 比《战狼2》更反资本反流量的电影 中国第一部重工业科幻片 在《流浪地球》之前 没有人看好中国的科幻电影 4年多的时间里 这部电影经历了拍摄超期 资金超支 技术难题 资方撤资等一系列噩梦 如果不看最后的票房 光是这些名词 就足以下退大量的资本和流量 而吴京不仅客串出演 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主演 还是零片酬出演 还被忽悠投资了这部电影 片里片外 都是《流浪地球》的救世主 《流浪地球》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给了流量电影致命一击 也让人开始思考 吴京真的是过时的吗 另一边也要感谢同行衬托得好 2018年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 吹响了影视资本泡沫破碎的号角 大众发现 这些艺人业务能力不怎么样 偷税漏税洗钱倒是玩的贼溜 就拿洗钱来说 在某一场戏中炸掉一个房子 账上随便报个几百万 反正东西都烧没了 查也查不到 这些灰黑色的影视产业链 引起轩然大波 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 责成各地税务机关 依法开展调查核实 一个月后 避税天堂霍尔果斯上演了一场 明星资本大撤退 100多家影视公司先后申请注销 由于申请注销的公司实在太多 伊犁日报的版面都快不够用了 资本冷却后 油量密码也不好使 上海堡垒宣传期间 不惜用陆寒分手来营销造势 但上映仅仅三天 口碑就宣告Pokai 1.5亿的票房 和同样科幻题材的流浪地球 46亿票房放在一起 侮辱效果抵得上1万句脏话 去年开始 流量偶像又接粮陷入了 各种翻车塌房 功德思德荡然无存 直到今年 郑爽代孕和吴亦凡事件 让大众跟流量明星之间的信任 彻底崩塌 相比之下 吴京老师多年来 除了几个无伤大雅的吐槽之外 基本上啥都没发生 放普通人身上也就正常 放娱乐圈 中二期间 一个小女孩给吴京送花 吴京在众人面前开玩笑地说 不要记住演艺圈啊 你整个都漂亮 你会被污染的 吴京可能真的是 把演艺圈玩明白了 于是今年 关于吴京的表情包的画风 不再充满戏剧 网友用他那张 印着中国的运动服务照片 适配奥运会期间的一切话题 吴京老师仿佛成了 爱国情怀和娱乐心态的一种平衡 还带着一点老派价值观的回味 放眼表情包界 很难找到吴京的竞品 四年之后大家终于听懂吴京那句 如果要用一个时下流行的词 来形容吴京这样的演员 我愿意称他为一个长期主义者 从2017年到现在 有的顶流服了 有的艺人入狱了 有的被资本抛弃了 流量时代就是如此 每个流量明星 都只是时间的泡游 而那些长期主义者 他们和流量不同 他们有资格real 有资格保留自我 有资格像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玩物一样 出现在公众面前 时代也许在不停地改变 但长期主义者 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不需要长袖善务 不需要疯狂内卷 不需要表里无一 他们只需要做好手头上的事 然后等待时间 站到他们的这一边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